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从17年年底到现在,李小璐和Pukong的事件热度一直不减,只是近日因帮闺蜜李小璐说话的马苏惹火烧身,和黄毅清杠上了,但大家发现没有最近黄毅清发布的消息陆续被删,感觉根本不是本人手动下线,而是平台避免受牵连而选择的主动下线。 黄毅清的账号最近遭平台封禁,于是转战其他平台孤军奋战,虽有大量网友表示支持,但全内竟无一人伸手之缘,之前爆料的王思聪,卓伟等人也不知所踪,前天黄毅清还与王思聪商量,想到王思聪的熊猫直播里开直播,王思聪口头答应后再无下文,而黄毅清的账号也登陆不上, 看来连王思聪都怕受到牵连,只剩下黄毅清一个人孤军奋战了,愤怒的黄毅清在1月16日将李小璐做头发的视频曝光,他写道,你们想要的都在这里,赶快看,一会删了,随后附上了视频链接,马上有把视频删除, 也不知道是黄毅清本人认为不妥心自删了,还是平台主动下线了,小编更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看到了视频,而此前,马苏对黄毅清爆出的料提起了诉讼,但撞只递交好几天了,也迟迟没见后续消息,吃瓜群众也是等得很心急啊,终于黄毅清又出来发言了,明确表示 马苏的律师现在很为难,因为马苏对律师一句话都不说,至今都不敢摊牌,律师很无奈,没有证,去怎么打官司啊,所以马苏与黄毅清的官司,成了一场死局,黄毅清环调侃道,因为某某至今都没有跟搭律师,摊牌自己过去的真正的实际情况啊, 啊哈哈哈哈,我是律师,我也不想干了,讽刺意味非常明显,黄毅清环表示,一开始律师以为他是被冤枉的,所以很凶有成竹,要是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,谁还会去接他的案子,之后黄毅清又发表感言,自己的律师正在整理证据,准备应对马苏的诉讼,并且希望法庭能够公开审理, 假的真不了,真的假不了,把所有东西放在阳光下,是非须值一切明了,看来这次黄毅清是胸有成竹,胜利再忘了,也不知道马苏怎么想,大家对此事怎么看,小编倒是希望公开审理,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,大家支持马苏和李小璐,还是支持黄毅清,有看到黄毅清公布的李小璐做头发的视频的网友吗? 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